因为我觉得也是就很多子牌 我觉得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 你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那么这次临时机严是 我们有六个在中国不同界别的 应该说是艺术家 来共同的代言这一款临时机严的一个产品 那么它是我们迪奥推出的最高端的一个护肤品 那么这套临时机严包括就是 眼霜还有精华素和乳液 对 概念领袖呢 你觉得你是哪个方面的 就不管是气质 或者是气质 或者是精神和那个民事经验 修复和一台情侣当概念的一个就是 民事经验我刚才说的是我们迪奥最顶端的一个产品 那么呢 当然他们对我的定位 也是觉得是在民族声音乐界走到最前沿 那么呢 包括像我自己对 呃 艺术的追求 包括自己呃 呃 应该说这种追求和迪奥 公司所呃 一直真实的一种最顶端的 最奢华的 最浪漫的 是相吻合的 对 那这个产品你是用过了吗 觉得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呃 我是平时在家里会用它的这种啊 平时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三件套 那么出差的话呢 会用它的出差桩 确实 呃 我想说是用完这一套之后 你再用其他的东西 就像我们会吃到哈根达斯一样 如果吃到哈根达斯再吃其他的东西 肯定会觉得要差一点 就像用了它那会觉得很离不开 像比如它的眼霜 虽然说它是那种白色的 就是看着它是 它是那种比较浓的 比较稠的那种感觉 但是用了眼睛上 它一点都不腻 而且它吸收的非常快 我觉得我 我特别喜欢它的精华素 因为精华素的重用是能够 帮助乳液更好的吸收 但是我觉得这款精华素 确实它就那种有一点 因为它是 呃 一点发酵的这样的一种 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我就用到脸上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的话 确实 就像前段时间在春节的时候 我跟他说是我 演出最忙碌的时候 呃 一月份二十多天演了四十场 而都说 还包括拍三次杂志 和一个一个广告 但是别人人人看我都说 诶你皮肤怎么那么好 当然我觉得这个跟自身 会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跟选对了好的护肤品 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 但不是说 啊 因为你成为它的一个 啊 一个一个一个品牌的 一个一个 一个概念 就说它的一个产品 确实我觉得 对迪奥 我是情有独钟的 就像我 嗯 拥有的第一款 粉底 就是迪奥的一个 当然那个是 是在九九四年 很古老了 那个那时候的包装跟现在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 当时拿到它的时候 诶 其实不知道很多话 但是确实它抹在里面 就特别好 包括有的第一款香水 是它的沙丘的香水 那真的是兴奋的一夜 没睡觉 所以后来 能够有机会和迪奥合作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是一件特别特别开心和荣耀的事情 我喜欢它的那种 独具个性的这种奢华 其实就像 我自己对艺术追求一样 我觉得我 我希望去张扬自己的个性 希望做出自己 与众不同的一些东西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迪奥 其实选择我能够和他们合作 这个非常 巨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一种艺术特色 一种不可替代的感觉 因为大家觉得 法国的盛世平选的一个 民族的声乐的艺术上 有创立的这样一个女性 我觉得也是 这次合作其实也挺引起 这个大家的关注的 因为其实 原来没有这样的选择 因为其实民歌的话 一直以来 是不太受到时尚界的一个关注 特别是这种国际品牌 所以我就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件 很意外的惊喜 所以我觉得 那么通过这次合作的话 我觉得我也更加 去感受到了 迪奥的一种品牌的一种魅力 和他们所的一种追寻 我觉得从而 对于我自己在艺术上的 这种追求 我觉得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种帮助 像今天我们这样的 一个私人盛演 那么听他们讲过 他们的一种感觉 各个不同的 因为我们说 今天晚上也是 来自很多各个 不同的领域的 非常结束的一些人 他们会讲到他们的一些 对他们这种事的 一种追求啊 那么我觉得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种 很大的一种 一种提高 我觉得在意识上的 一种提高 其实我们会讲到品牌 其实我们自己就是 要怎么把自己做出 一种一种不同的特色 有一种不同的特色 其实对我们来说 其实今天晚上 是可以很好地去消化 他们所讲的 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 很感谢迪奥 能够让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包括像你们 这种非常优秀的人 能够一起在一起 交流 一起探讨 对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美容 其实做好自己是最重要的 把自己做好 自己做成一个 不可替代的 就像我们迪奥 我觉得它真的是 它是不可替代的 我现在跟他们讲 我看到那个DIO 看到那个logo 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 其实我就想 自己也要做成一个品牌 别人看到你 就觉得哦 它真的是很棒的 就OK 那你现在对自己的 这个演唱事业 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定位是 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 我不能说是国宝级歌手 但是我希望能够 在民族声乐界 我觉得 作为一个最有 最具特色的一名歌手吧 包括我看在国外 那个雅典的那个演出 其实就是也全番位的 就是 其实也是包括 我们的服装啊 什么姿势啊 都看得出来 其实还是就是说 精心的 还希望就是 运输民族 也许国际那种 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对于每一件事情 我都会非常认真地去做 因为 其实我会讲到 其实机会 它是 给有准备的人的 时时刻刻自己要 原来有本书叫 时刻准备着 我倒不说 时刻准备着 但是我觉得 时时刻刻让自己 有一个好的状态 这个是 去迎接成功 去拥抱成功 去拥抱这种机会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也是 挺男人的 比如你请个朋友 或是在 你这个关键的时候 帮助你去给人 帮我今天请你的 戴雨墙啊 还有播配啊 就说在你 最关键的时候 他们会帮你 他们是给我的 是一种无私的帮助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所以就觉得 其实人 时时刻刻会被感动着 那么今天在座的没有 其实还有没有 我的造型是小雨 就他真的 我觉得他们 给予我的这种友谊 会让我觉得终身难忘 而且其实有时候 人他会有一时候 有些时候 面对一些困难 他会有时候 有点 有点 我倒不是灰心 他有时候 会有一点困惑的时候 但真的一想到 他们这些好朋友 在希望着你 能够更好 希望你更成功 你就会觉得 这些困难 我应该克服掉 我应该克服 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惰性 我应该让我自己 更好一些 对我还说到 他有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杂志出来 好像给我们那个 记者发了个软件 他特别感动 对 邻居 他给我们看 说你看啊 他在说 还给我发个软件 从这点 我在编辑部还说 我问你看 我说就是平时 我们也做很多明星 但他们就是 因为就没回 不会是来发一个软件 他觉得 我看你这写的 还真是挺诚恳的 还小惊就这样 对 他自己都感觉到 就说 就觉得原来 觉得你老在电视上 就是唱歌病 唱民歌的人 都那种提着劲的 就觉得 不是特别平静的人 但接触下来 包括给你们采访 我也看这种字了 真的写的 就是很平时 不是 就是就是 我觉得写的 甚至很诚恳的话 然后包括 后来给他 发出短信 其实 就像我跟他说的话 也是非常诚恳 所以你说到他的 我能马上说出他的名字 对 因为这个 其实每天 我们接触很多人 不见得对每一个人 你都会有印象 但是我觉得 他真的写的很好 我特别特别感谢 但是我们正好是 一月份吧 我跟他发的 应该是一月十六号 跟他发的短信 对 但是给我看 我说 因为这个 你给 你可以去调 邻近的短信 一定是一月十六号 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印象 我也挺深刻的 我说 那我们还这样 因为平时 也就是 谢谢啊 这样子 我想你这样 发短信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 我在这个细节 我也能感受到 有些人这样子 所以说 给你们交流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诚恳 会感谢的 今天看你请的一些人 我觉得 好多事情 其实大家很感受到 其实今天是 金老师没有到 因为他是忘记了 金老师七十岁 他有时记不清楚 一个安排 对对对 因为当时我是 在外地跟他说的 他说OK 结果今天他又忘记 结果他今天 他又答应别人 还有一个 他们学院的 一个事情 因为他现在招生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要他过来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 时时刻刻 这个是不能忘本 这个是最重要的 要记住在跟你 共患难的时候的 一些朋友 对 因为我们会讲 锦香天王很容易 就是这种 雪中送炭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我自己能感受到 有很多不接触 不知道 别跟我讲 听讲不是讲 听林斤讲 听江飞讲 然后后来 就是别说 回来 听讲的 几个时间 那你希望 比如说 用这款的 因为理性 他也讲过 是吧 你锁定你的 听众 锁定你的 这款 运辱运辱户 你觉得 跟你能够 这种交流的 女性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 一定是成功女性 我会讲到 女人 因为事业而美丽 我一定是 很喜欢 跟那种 事业成功的 女性为伍 而且我会 发自内心的 去欣赏她们 去尊重她们 就像我们 这款临时经验 我们一定是 面对的是 成功女性 自信的女性 让生活的女性 懂得去 爱自己的女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